1959年中国军队进入拉萨之后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几十万名藏人 因为不堪宗教灭绝和政治经济的压迫 不断冒死流亡到印度和世界各地 一直到今天第一代出走的藏人 有六成已经凋零了 而第二代的流亡藏人 不论他们是在西藏或者是在海外出生 对父母亲的遥远故乡 还有在家乡沦为弱势的同胞 都不断透过各种机会 表达他们的关切和思念 接下来的报道 资深记者李琼岳 于荣宗 透过在台藏人的故事 来回溯一段历史 看看西藏在和中国签下 外交和平协定之后 又是如何遭到背弃的过程 罗桑秋灯是流亡藏人第二代 他在1999年从印度来到台湾 这一天他从领口下班回桃园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跟许多在台藏人一样 即使工作再晚再累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 就是为在西藏牺牲的同胞念经 祝祷 当初是要还是我们自己选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选台湾是 假如说 比如说反正我们去哪里都一样 都还是一个难民的身份而已 在台湾的话就可能是很接近我们的 假如说台湾人是真的是算很好 这是我信念的话 那这样不是另外一事 罗桑秋灯已经规划成为台湾人 不过凡是跟西藏议题有关的活动 他从来不缺席 今年二月西藏圣火来台 三月九号纪念西藏抗暴游行 到自由广场谴责中国 武力镇压西藏这些活动 都可以看到他跟两岁半女儿的身影 谈起不幸牺牲的藏人 他速度红了眼眶 这些人真的是英雄 这些是 虽然是他的那个身体是已经离开 但是还是我是觉得 西藏的以后的那个 history里面他们一定有一个名字 一定会住在我们心里面 你去大陆那边抗议的话 那这个是叫真正的英雄 可是我们现在做不到 我们顶多是出来 一起去抗议 我们做得到是什么 顶多一个顶 那个拉嘴也好 顶个一个香料 一个面也好 他在问我你为什么哭 罗桑出生在印度 父母那一带从西藏出走 他自己则从来没有回过西藏 这些国家虽然是我没有看过 但是这个还是我主体 我妈妈的一个 反正我们的学是从那边来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 让罗桑丘登回不了西藏呢 故事要从1951年 西藏被迫跟中国签订 17条和平协定谈起 这个17条协议是非常逼迫性的 在他的枪口之下签订的一个窍约 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 借着班禅进入西藏 这是中共还没有完全占领西藏以前 中藏双方以外交对外交 互相往来的历史照片 1951年中共强迫西藏谈判代表 签下没有被西藏政府授权的和平协定 不过如果中国能遵守17条协定 至少西藏的政治制度 还有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不应该改变 中国更应该尊重西藏人的宗教信仰 和风俗习惯 逐步发展西藏的民族语言 文字和学校教育 1951年签订以后 没有过多久 解放军队拉萨 而且对拉萨当地的民生生活 造成很大的冲击 然后当时西藏政府跟中央政府交涉以后 中央政府一开不定当地的意见 所谓的17条协议 它只是肥指一张 因为首先中共方面 回掉了17条协议的精神跟内容 还有呢 你看这个49年 在西藏里面的那个 有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西藏干部是北京派的汉人 不了解西藏人民的想法 不了解西藏的文化 还有呢 不敢讲西藏语 没有一个干部会讲西藏语 很少 周家采让 政治评论家 台湾的女婿 目前跟妻子 在台北县的三支乡 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父亲生前 是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干部 因而让他有很多机会 看到中国制藏政策 对藏族文化和宗教的影响 对于藏族干部来讲的话 进行宗教方面的 这种仪式或者这种行为的话 肯定会违背共产党的思想 你在政府机关里工作 那你就一定要听话 你就不能在宗教方面 有任何行为 父亲过世之后 他决定在2000年的7月出走 一行20人 越过西藏尼泊尔边境 冒险来到达兰萨拉 从西藏到达兰萨拉 从汉文到藏语 对周家采让来说 这条追寻认同的路 走了好长的一段 这个也怎么说 也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 以前在家乡的时候 我父亲就觉得 这个儿子对西藏的这些历史 文化都不了解 应该去学习去 我父亲那时候还跟我说过 什么时候我送你去牧区 去学学藏文 这些了解一下藏族的一些分俗 我说干嘛要学这些 到了达兰萨拉之后 他立刻被流亡政府 延览参与主编中文刊物 民主图博 达兰萨拉是比较缺乏中文的 做中文工作的人 因为达兰拉认为 从事中文工作 这是一种语言工具 他能够和汉族 去做直接的沟通 民主图博 顾名思义就是谈西藏的民主 现在的藏人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 位在达兰萨拉的达赖流亡政府 已经走向民主体制 早在1961年 达赖喇嘛就宣布第一部 西藏民主宪法 包括总理 国会议员 都是经由选举产生 达赖还加了一条规定 只要议会三分之二通过 就可以解除他的职务 任何人 老百姓都可以见 不管是家事 国家的事情 和自己的看法 都可以跟这个 盖伦去谈 你只要去跟秘书说 我要见 他会跟你约个时间 他就可以 你就可以坐他 办公桌跟前面对面 可以跟他交谈 现在呢 他大概73岁 他这么多年在印度 想我们在西藏应该有一个民族 为什么要准备一天我们回去西藏 他希望他一天回去西藏 西藏会变一个民族 1989年 胡锦涛派兵镇压西藏时 凯都顿珠正好在北京 代表西藏流亡政府跟中国谈判 1990年我在北京 说我有机会见胡锦涛 所以我也问胡锦涛 去年1989年 你是西藏自治区的书记 说你为什么去年 有用军队去控制我们西藏人 他说那年 去年我当然是 西藏自治区的书记 说我第一个事是去问北京 中央说要用这个方式 说我手绑起来 我没办法做别的事 胡锦涛真的无能为力吗 那么后来大量汉人移民入藏 以至于314的镇压事件 又该如何解释呢 胡锦涛真的是有责任 跟西藏的事 为什么 他以前待过西藏 为什么他用这个方式做这个事 我们不要这么多汉人进来 第一 第二呢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佛教 保证这个 为什么他不让西藏人做这个事 为什么他不给西藏人 一个最简单的文化 在这个藏族地区 他的藏人的人口是600万 汉人的人口已经超过700万 每个礼拜有15000人可以进来 哈萨 所以这个多大是汉人进来 在拉萨你看 拉萨的城市里面有30万人 所以百分之70是汉人 百分之30是西藏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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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打压宗教 藏语无用化 到人口压力和经济侵略 这些问题在1989年胡锦涛派兵镇压西藏 以及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 越来越严重 青藏铁路其实是二次入侵 中国是二次侵略西藏 为什么第一次侵略是1959年解放军的进入 现在他们用青藏铁路 当政治力夹杂的经济力进来殖民 更进一步的殖民跟剥削他们的经济的时候 汉人其实是 藏人其实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变成是二等共鸣 胡锦涛西藏有一个故事 就是老年人到市场去买东西 他必须要带着他的孙儿 带着他的孙女 因为他们在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学过中文 带他到市场去帮他翻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西藏的特别是在拉萨 你看这个90%以上的商店 饭店 什么立发店 采访店等等的这些都是外来的 中国人在做 从2002年开始 西藏流亡政府跟北京展开六次的对话 但毫无进展 眼看着在家乡的亲人受尽煎熬 许多被迫离开家园 流亡在世界各地的藏人 对于目前达赖提出和中国妥协的高度自治主张 难以接受 年轻人要求独立建国的声浪高涨 对于用什么方法回到家乡 流亡藏人的看法越来越分歧 但心情却一样 越来越沉重 第一代当然已经肯定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已经过世了 都回不去了 很生动了 到这么多年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里 很生动 我们的那个目的是一天要回去西藏 我们准备 我们的年轻人还是要回去西藏做事 西藏是我们的国家 现在目前来讲说台湾是我的国家 但是有一天是比如说台湾那个西藏真的是独立的话 有可能会回去啊真的是 这个时候我是坦白讲 可能是因为完全没有看过 我真的是希望是有一天来说 这的话一定是那个土地上面 回家是每个人的权利 即使我们回不了家 但是我们一定要大声地喊我们要回家 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 我们回不了家 即使我们暂时回不了家 我们奋斗一百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也觉得是值得 而且我们会继续让我们的下一代 继续去奋斗 继续去投入 恢复家人的 这种有意义的 伟大的活动 流亡藏人想要回家的心愿 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吗 明年就是西藏抗暴50周年 半个世纪过去了 流亡藏人的归乡之路还要走多久 希望台湾社会和我们持续来关心 下段节目独立特派员要带你了解 台湾农地为什么会不断地种出革米 马上回来